作为中华儿女 我们都知道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是任何人都磨削不掉的事实 也正因此 我国也成为了历史上 最早的几个古文明国度之一 可是尽管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历史不假 但是却有一个新的疑问 那就是史料的记载存在有断层 这里所说的史料 是指文字方面的史料 根据统计 我国的文字记载的历史 在西周末年之前的1500年间是缺失的 对于我们中华儿女来说 这种缺失不但令我们的文明充满了神秘感 更是令我们的求知欲望被点燃了 这缺失记载的1500年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一切不单单牵动了文史学家们的心 也牵扯着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 身为中华儿女龙的传人 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民族的具体历史才是 身为中华儿女 想必就连皇后小儿都能对我们民族的历史有所了解 的确我们理应要对我们民族的历史了然于心 在我们的印象中 夏商周三个朝代应该就是中华历史上最早的朝代了 教科书也有记载 可是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 真正的历史要比夏朝的出现更早 从皇帝时期中华民族的文明便有了一些特殊的记载方式 再到后面苍结造字之后 我们的民族就有了文字可以记载所发生的一切 只不过皇帝和炎帝时期实在是过于虚无缥缈 感觉皇帝时期更像是一个传说 而不是一个真正存在的时代 因此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夏王朝就是我们华夏民族的第一个文明王朝 不过出于严谨意义考虑 夏王朝也是那段缺乏记载的历史时期 更进一步而言 不要说夏王朝了 就连明确有文字的商朝和周王朝都有着历史的缺失 那个时代流传至今的很多故事 如果细细追究起来的话 说是历史倒不如说是神话 或者说在那个年代下 神话占据了主要的历史地位 这些流传至今的神话 在我们现代人的眼中看来 那就是无稽之谈 可是作为流传至今的故事 在没有其他文字史料能佐证其不存在的情况下 却又没办法推翻 出于妥善考虑 这个时代被史学家们起了一个很贴切的名字 半信史时代 这个名字倒是很贴切 这个时代的历史 我们没有办法 更没有理由去推翻它 但我们却也不能完全相信 这个时代所流传下来的故事 因此 这个时期也被称作神话传说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 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有很多 就比如商朝末年 武王伐驻的故事 亦或是凤鸣奇山 雷震子 哪吒等一系列的故事 也都是发生在这1500年的空窗期之间 公元前841年开始 中国开始进入信史时代 毕竟这之后 中国历史有了准确的纪念 虽说一些历史记录 因为种种原因 与当时出现了偏差 但至少人们能够确定 它们真是发生过 半信史时代 至于我们前文所提到的 没有任何文字记载的 1500年空白期 其实就是夏商周时期 关于这一时期的历史篇幅非常短 但通过近些年以来的考古发现 我们又能够确定夏商周真的存在 早先西方学者曾质疑过中国夏朝的真实性 因为当时人们并没有发现来自于夏朝的文物 于是他们提出 中国的第一个朝代应该是商朝 不过随着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与研究 人们又确定了夏王朝的真实性 二里头遗址 据悉 二里头遗址距今约3800到3500年 相当于中国的夏朝中晚期 以及商朝初期 该遗址是一座庞大有序 精心规划的王朝大都 考古学家们从其中出土了 大量的石器 陶器 玉器 铜器 骨脚器 及棒器等 值得一提的是 考古人员还在其中发现了一个青铜诀 它是中国存在最早的青铜容器 夏商周发展减数 相比于之后的商周而言 夏朝的统治范围其实很杂乱 而在这个朝代发生的事情 我们可以简单划分出三个重要时期 其中第一时期为大宇建立夏朝 大宇的孙子因不善管理 导致后裔夺取了夏朝宗室权力 第二个时期是后裔拜韩卓为相 继而后裔被韩卓杀死 邵康出现恢复了夏朝 第三时期夏朝逐渐衰落 末代帝王夏节继位后 荒淫无度被商汤所灭 商汤面下后 中国进入商朝统治时期 在经历了武丁盛世之后 商朝因商周王的昏庸统治而为周五王所灭 自此中国又进入周朝统治时期 等到周立王三十七年之后 中国正式进入信使时代 诚然我们确实很难知道夏商周的详细发展过程 但毋庸置疑的是 这些王朝在中国历史上均真实存在 如果没有这些王朝 中国死后或许会向另一个方向发展 作为最早的王朝 夏王朝却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因此并没有任何的文字史料 能够记载夏王朝是真正存在过的王朝 以至于在当时国际史学界中 公认的我国最早的王朝一直都是商朝 所幸史料并不仅仅只有文字记载而已 通过其他文物的发掘 我们最终确定了 商王朝是真正存在过的王朝 也是我们民族第一个王朝 同时这也令世界史学家承认了商王朝的存在 然而很可惜 尽管我们发现了夏王朝的文物存在 但是毕竟没有文字史料的记载 对于还原一个王朝来说 还是太难了 尽管我们努力为着失落的1500年历史 做了我们所能做的最大贡献 但是人力后续的补权 与第一手史料相比起来 还是显得过于担保 后人尽了最大的努力 来还原这段扑朔迷离的历史 其中夏朝的建立者是大禹这件事 还是得到了一致的公认 大禹创立了夏王朝之后 将原先的最高权力 由善让日变成了世袭制之后 引发了很多的权力纷争 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有穷士首领后裔 后裔出于不平之心 杀死了大禹的后人 自己坐上了王位君临天下 但是很快就被韩卓给杀死 之后韩卓又被绍康击败 经过了一系列的权力变更之后 大夏王朝的正统终于是回到了大禹的后代手中 如果你认为这就是夏朝权力纷争的全貌 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夏王朝权力纷争的九牛一毛而已 之所以会有这些神话故事流传 其实更多的是一份无奈 是对华夏大帝无法一统的无奈 人们才会选择制造英雄来寄托自己的期望 就比如摄日的后裔 这个故事就是出于人们对英雄的渴望 才会被制造出来的一个神话传说 上述的介绍或许很多人觉得有些混乱 其实总的来说就一句话 现代的夏张州1500年历史大多是后人补充的 并没有具体文献记载 只有一些出土文物代表着它出现过 所以才会被称之为空白期 真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在公元前841年 这一年中华民族才迎来了一个新的标准纪念 也就是共和元年 这是由于周立王的暴虐 导致了国人们的不满 愤怒的国人们站起来反抗周立王 并将周立王驱逐出去 在这之后国内无主 百姓们决定由周公和赵公共同治理国家 也因为这件事情 这个新的纪念便被称为共和纪念 这是我们民族有文字记载历史的开端 同时司马迁在自己的著作《史记》中 最早的历史开端也是公元前841年 其实这并不是司马迁暗中偷懒 亦或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 单纯就是司马迁无法搜集到公元前841年的记载史料 因此他才会将《史记》的开端 定在了公元841年共和元年这个时间节点上 说到底 这段历史之所以被尘封在了黑暗中 还是有很现实的原因的 首先在那段时期 除了法律之外 人们的行为便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约束了 在那样的环境下 一旦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利 法律就起不到原本的约束作用了 就只能依靠当权者个人的品性 来维持着脆弱的约束 但很可惜 那段时光的当权者们少有贤德之人 哪里有人敢冒着死亡的风险 将那段岁月记载下来 又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将那段岁月中的黑暗记录并流传下来 第二个就是人在自然面前的脆弱 出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人们制造了那些后人口口相传的神话故事 为那段人们苦苦挣扎的历史增添了一份唯美 说到底 无论这段尘封于黑暗中的历史是否能被找到 都不会对我们民族五千年的事实有任何动摇 恰恰是这份神秘为我们的民族增添了一份别样的魅力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代ubli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